自有時報汽車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是這款超過600萬的Tesla Model X P100D 它也是目前市面上第一台七人座的電動休旅車 接下來跟我們一起來認識它吧 畢竟少了傳統引擎 Model X 的車頭部分就變成了行李箱 它可以增加置物的空間 我們也實際拿了20吋的行李箱來擺放看看 發現到擺放進去之後還有很多的空間可以使用 Model X 為五人座的設定 但可以加價選配 座椅配置為二、三、二的七人座設定 沒有人乘坐的時候 就可以把第二排跟第三排座椅攤平 增加車內的置物空間 Tesla Model X 的前座設計 跟 Model S 大同小異 不過它在前面擋風玻璃部分 延伸到駕駛座的上方 讓整個視野會更為開闊 Nodel X 有一個中控台的17吋觸碰大螢幕 在這邊我們可以調整空調 雙區空調的設定 還有車門的起壁 座椅的前後調整 以及懸吊的高度的部分 都可以在這個螢幕上去做設定 有五種的車身高度可以做調整 我們可以從最高設定到最低 根據車主不同的駕駛狀況做調整 Nodel X 有電動陰翼門設計 不只是帥氣 它還比滑門跟一般傳統的車門更便利 陰翼門有感測器 當車門開啟時 不會碰撞到旁邊的車門 Model X可以選配七人座座椅 第二排的椅背這邊有一個電動按鍵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向前移 方便第三排乘客上下車 HASA Model X可以選配自動起壁車門 只要車主帶著遙控器到車門旁邊 車門就會自動開啟 要關閉車門不需要靠手 只要有腳踩下煞車鍵 它就會自動關閉 Model X 可以選配升級版Auto Pilot自動輔助駕駛 透過車上的攝影機及感應器 車主不用踩加速或煞車踏板 由車子自己根據前方車流量提高或降低速度 不過一下方向感就會幫車主電換車道 不過目前仍是輔助駕駛 KESLA官方表示 車主還是要把手放在方向盤上移測安全 KESLA的Model X充電位置是在這個位置 可以透過它的超級充電站這邊按兩下 就會自動開啟 看一下之後 大約20分鐘時間就可以充飽50%的電力 雖然Model X P100D的車重超過了兩公噸 可是它的0-100公里加速只要3.1秒 那如果我們用白話文來形容的話 就像是坐在大怒神一樣的刺激 畢竟跟一般汽車相比 這種加速度已經是Lamborghini或法拉利的超跑等級 很多人只要一上車就會被那加速度給嚇到 儘管是休旅車設定 但由於Model X P100D的電池擺放在車底 在高處行駛時可以提升車身的穩定性 並防止車身側翻 行駛在彎道較多的道路時感受會更為明顯 Tesla Model X P100D的加速度 即使下車之後都能讓人難以忘懷 絕對是一款魅力十足的電動修平車